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2年5月15号 宝贝回家寻亲网站收到了一条寻亲求助 这条来自于广州的寻亲求助非常简单 而且提供的信息很少 寻亲信息显示 寻亲者只记得自己老家在吉里 父亲母亲和哥哥的名字也只记得读音 连准确的名字也不能提供 其他的有效信息一无所有 经过网站工作人员的跟进和联络 找到了求助信息的发布者阮小蕾 可他并不是为自己寻亲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叫小林的女人 原来阮小蕾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女员工小林 小林1988年从吉林被拐卖到广东 到现在已经16年了 宝贝回家寻亲网是一个公益性的寻人网站 有很多的民间志愿者组成 为失踪儿童家长提供免费的寻人信息 帮助走失被拐被遗弃的儿童寻找亲人 他们在各大城市都有志愿者组织 积极地收集有关失踪流浪儿童的各种信息 也帮助因各种原因乞讨卖艺的儿童 回归正常生活 而小林的案例很特殊 虽然她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但是她当年被拐骗的时候也还是个孩子 而且事情发生在16年前 对于寻亲来说时间跨度太大了 所知道的信息又都模糊不清 究竟怎么样才能帮助小林呢 在广州阮小蕾所经营的美容院里 记者见到了小林 小林负责做一些帮客人洗头之类的杂工 工作很认真 但是性格很内向 她总是躲避着镜头 不喜欢说话 她从被拐骗到现在 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6年 却依然对这个地方充满了陌生感 小林身边的人都觉得呀 小林的心智并不像30多岁的成年人 她的思维和处事能力才像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她想法非常简单 性格又很孤僻 其实呢 这些呀都是归咎于她少年时的那段经历 小林的命运非常的坎坷 她13岁那年呢 和同伴一起外出打工 途中呢 被人强行拐骗到了吉林省永吉县的口前镇 之后呢 又被拐卖到广州 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不难想象 这种经历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的精神和智力 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那也是小林最不愿意回想的过去 可是寻亲的线索 也只能从小林身上才能获得 在小林13岁的时候 因为家境贫困 她和同学选择南下打工 途中却遭到拐骗 当时也就是这种情况 后来小林认识了一个叫冯光湛的男人 她跟随冯光湛来到老家清远县的农村 以夫妻的名义一直生活 并且生了一个男孩 日子起初过得还算平静 保长人间冷暖的小林 得到了家庭的温暖 但是渐渐的小林发现冯光湛不喜欢劳动 地处农村的家极度贫困 一家人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小林只好回到广州打工 赚钱供养冯光湛和儿子 基本上这多年来的工资都是为这个家庭收紧 每个月一到发工资时 发工资会不会下来 像他拿工资这样子的钱 生活的压力每天都在增加 和冯光湛的关系也日渐疏离 在小林内心深处 他就更加想念自己的父母和自己出生的家庭 虽然只知道父母生活在遥远的北方 但是推算他们都已经非常严满 小林寻亲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 我跟他产生跟他找家人的念头 就是去年 去年他跟他老公说要离婚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他老公 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婚 他说要你就要离婚 他说他能去到哪里 他说那根本就没有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帮他找家人 他就说 他说找不到 我说不是你找不到 是你没有静心 后来我就通过电话跟他聊天 我说那我帮你找到了 你愿不愿意 后来他老公说 你找得到那你就去找了 由于小林仅仅是小学文化 十字不多 寻找父母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了 有时候简直就没有任何线索 因为他甚至连老家的具体地址 都说不清楚 更不会使用电脑上网这些方法 一直在帮助小林的阮小磊 更是心急如焚 这两年来 他通过朋友在吉林四处打听 但是广州和吉林相隔几千公里 所有信息的收集和传递 都很有限 所以始终就没有结果 小林找到家的希望 也是越来越渺茫 直到有一天 阮小磊看到报纸上 宝贝回家志愿者 帮助被拐儿童寻家的成功案例 他就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 发布了那条求助信息 那么这一次 那么这一次小林的命运 真的能有一线转机吗 在小林的记忆中 口前镇是他被拐后到达的第一个地方 口前镇在行政规划上 属于吉林市的永吉县 所以宝贝回家寻亲网的志愿者们 把吉林市锁定为寻亲的目标地 在志愿者的接洽下 记者陪同小林和冯光站 开始了寻亲之旅 由于小林只能记起 她是在吉林火车站被人带去广州的 只能带她先回到吉林 希望到达吉林后 能唤起她关于家乡的一点点记忆 从广州到北京转车 再踏上前往吉林市的火车 历经三十多个小时的奔波 小林和冯光站 终于到达了吉林市 并且在火车站 和宝贝回家寻亲网的 吉林志愿者会合 林姐 你还记得这块是哪儿吗 没有印象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是东方上下河南节 在吉林市是比较繁华的地段 你还记得就是有没有什么 基本的地方吗 我只记得她让我看了好多次 那个什么 就是火车站那里 我就看得很熟 火车站那里很熟 其他地方都不熟 我就看了火车 她叫我看了火车都变了 十几年过去了 吉林市的变化非常大 几乎所到的地方 小林都不认得了 台依稀记得 自己的姑姑家在江北区 姑姑家有两个儿子 自己的父亲好像在工厂上班 后来又摆地摊做小生意 当年和她一起被拐卖的那个女孩 是家里的邻居 那个女孩的父母是聋哑人 有没有点熟悉感的 我感觉好 原来这块的房子都是平房 就是没有这么高的 我知道都是一个平房 来的 支援者们把这些零星的线索进行了整理 却得不出什么头绪 2012年5月26号 寻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支援者们找到了一个 疑似小林被拐前的居住地址 传影区长春路56号 大家陪同小林找到了长春路 可是眼前的景象已经面目全非 长春路正在改建 所有楼房已经拆迁 原来的住户都搬离等待回迁 通过长春路所在社区工作人员的详细比对 支援者们找到了一户 和小林描述的极其相似的家庭 小林认出 网络中档案资料上的照片就是自己的母亲 这户人家真的就是小林失散多年的家庭吗 几经周折 支援者终于联系到了一位 有可能是小林姑姑的老人 应该能带一个人 应该有一点点 她的脸型没变 不想那让我回来吧 没想到一点 没想到吧 虽然还没有经过正式的身份确认 但小林和老人的抱头痛哭 让志愿者们确认 小林见到了自己的第一位亲人 姑姑很快就联系了小林的妈妈和哥哥 我去看到你妈妈心里面怎么想的 心里面好不想 你妈妈还行 说过很怕 你妈妈还行 你爸不在以后 她好像没有一切好 有多少年没看到你妈妈了 她有十几年还是二十几年多 二十年多 应该有二十年多 我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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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到了 好多次马上就回一回去 马上飞回去 飞回家家了 想家了 肯定想家了 不想家了 这个是那个 这个你觉得是不 给我妈了 因为小林的失踪 她的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小林被拐以后 家人千方百计寻找都没有结果 小林的父母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重创 时间一长 大家都怀疑小林可能不在人世了 小林失踪的第二年 她的父亲患抑郁症去世了 爸 没事 我不是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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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回来告练 姑娘都回来了 好幸 但晚 小林和风光站一直陪伴在多病的母亲身边 我给你住好不好 听着我住吗 姑娘 姑娘 不好 不好 很好 我睡得很舒服 很差势 我妈妈抓着我的手睡觉 妈妈抓着你的手睡觉 因为我妈妈又有一点精神问题 有一点精神问题 因为都是劳累她 想她 想得精神有一点问题 怎么说 我真的想她住好一点点 因为住的地方也不是很好 2012年5月30号 小林在志愿者的陪同下 到吉林市传营区公安局 对16年前的被拐再次报案 虽然时隔多年 小林一家依然希望拐骗者受到公正的制裁 小林回家的路很长 这条路她走了16年 16年的漂泊 16年的迷失 16年的苦痛 她终于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原点 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原本自闭和软弱的小林 也在回归中成长 在伤痛中重拾自我 更难得的是 在这次寻亲之旅中 冯光湛深切体会到了 小林对亲情的那份渴望 也明白了她寻家的意义 那么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 冯光湛能不能对小林 付出更多的爱和担当 我们拭目以待 也满怀祝福 我是徐骏 明天见 千金巨石引来两村人的纷争 争吵阻拦 两个村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是怎样的石头让他们互不相让 巨石的归属一直没有着落 突然一夜之间 巨石却无翼而飞了 一时激起千层浪 巨石被盗又引发了怎样混乱的局面呢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疯狂的石头